哈喽大家好 今天啊 来到了这个拉斯比亚斯中国城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拉斯比亚斯最老的中国城了 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可以看到有种沧桑感啊 典型的这种中国啊 清代建筑风格 来看一下环绕一下 这是老的中国城 这个位置是在春山路 核心地段 离拉斯比亚斯的赌场大道 拉斯比克斯巴勒巴尔 只有不到一公里 这边汇聚了 中餐 寒餐 日餐 还有一个华人超市啊 九九大华 今天 拿挺多啊 最近还是有很多旅行团啊 来这边旅游 这边旅游的很多都是中国人 这边基本都是游客啊 很多游客 拉斯比加斯的这个旅游产业还是相当的发达的啊 这家大华基本都是做游客的生意 跟一些住在中国城附近的华人的生意 我们住在拉斯比加斯的本地居民基本不会来这个大华来买东西 因为离着我们太远了 因为我们本地的华人都不住在这个区域现在 住在这个大华的居民呢 都是附近的年纪大的或者刚来拉斯比加斯的啊 新搬过来的一些 来落脚的这些 在在周围附近打工的啊 基本都是他们这些人会住在这儿 我们老居民的话 一般都选择住在西南区啊 Summerland的这些地方 老的中国城呢 其实是比较没落了啊 老实说 品牌店不是太多了 但是还是一个打卡地 因为市政府要求就是说要整改 整改这个拉斯比加斯的中国城啊 所以要升级 政府已经拨了很多款啊 拨了几百万还是几千万的 要 重塑啊 中国城的辉煌 周边的整个地区啊 要重建 规划 重新规划 对面还有一家上海广场 也是头几年 新开的一个 Plaza 一个广场 这个是拉斯比加斯 著名的地标啊 花果山啊 师徒四人 唐僧 死武空 猪八戒 沙僧 白龙马 应该是师徒五人了 大家转一圈啊 看一下 师徒四人 拉斯比加斯的这个中国城啊 这是蛮大的一个中国城城 原来是和 是和这个洛杉矶的那个全统广场啊 大家都知道盛加坡那个全统广场啊 是一脉相传啊 同一个房东啊 一个老板 现在好像都卖掉了 现在好像都卖掉了 这边基本都是中餐为主 还有华人的店铺 早餐呢 给大家在外边看一下啊 早餐啊 青州小菜 这是吃早点的 这一看就是喝粥的 这边还有个理发店 面馆 来拉斯比加斯的很多都是加州的 有搬过来的 新移民 也有来旅游的 因为太近了啊 只有四个小时车车 所以说 太方便了 这个钻石饼家是加州的啊 太老了 现在没人来这家吃的啊 来那没来买什么蛋糕啊 都是去那个对面的85度C都是 这边还有两个小狮子啊 这是典型的中国风 这永和豆浆已经倒闭了 这永和豆浆 说实话 说实话不怎么样 反正这边的店铺都比较老 大概很全啊 第二公司也有 也有 小笼包也有 这家是吃小笼包的 店很大 这家原来是一个吃粤菜的啊 早茶店 叫石维仙 维仙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这个中国城的广场啊 其实它应该是个广场了 中国城广场里面还有个墨啊 一个小小商品 百货的里面也挺大的 我就不进去了 里面已经 灌很多了 因为这个地方呢 它的租金比较贵 它这边租金比较贵 就很多很多店铺啊都 扛不住了啊 就都换地方了 都换到周边其他新的商业广场去了 那我们看一下啊 这边的小美女很多 拉斯比亚斯的游客 还是很多的 大家看一下 大白腿啊 因为很多小伙伴们 在我的视频里跟我留言 说想看美女 拉斯比亚斯美女 给大家看一下 又一个 好我们到这个门头 这个是旅游公司的车子 这个事儿 拉斯比亚斯的中国城是中国人啊 买着全世界游客啊 毕达卡的一个景点 但是我们老居民很少过来 这些都是游客来的地方 这个中国城啊 你看都是中国游客 来旅游的 好这个就是拉斯比亚斯的中国城广场啊 这是一个门头 一个门头了 跟所有的中国城差不多 这个门头 这个门头也很老了 写着三个字 中国城啊 中国城 这里面基本 都是那些店铺啊 卖药的 卖中药的 奶茶店呢 中餐馆的都有 楼上还会有一个新开的那个 已经挂牌了 小轮杆火锅 哎 挂牌子了 我上去看一眼啊 前两天我就看到他 在装修了 小轮杆火锅终于来了 期盼已久啊 拉斯比亚斯的小轮杆火锅 然后在大学城那边啊 UNLV那边还有一个 快了小羊 好像也要开业了 这边的司机都很有素质啊 基本都有素质 都是乏人 让他让了我一下 你在盛盖博 在洛杉矶那边 盯烫的是体会不大的这种啊 那边人的素质就很低 老实讲 我坐电梯上去吧 把这个楼梯再维修 把这个楼梯再维修 我坐电梯上去 这边有家供茶啊 供茶哇 里边人超多 看看 好多人 电梯 电梯 都是Chinese啊 中文 这边有一些商家的介绍 都说老的了 那我坐电梯上去 这个电梯挺破的啊 但是也还行 毕竟是一个老的plaza啊 老的广场 电梯能用就不错了 哇塞上面都掉了 哇上二楼好慢 好我上来了啊 这是二楼 小龙坎火锅 哎 我前两天就看到他挂牌了 今天上来特意给大家看一眼啊 小龙坎 拉斯比加斯的小龙坎火锅 这是越来越威武了啊 我们大拉斯比加斯啊 现在什么都有 你你天呀 这个房东啊已经 这个房子啊 这个地方已经控制了很多年了 疫情就开始控制了 一直在闲置当中啊 没有人租 现在疫情过后缓和了啊 现在很多人都来这边开店了 拉斯比加斯真是一个 怎么讲呢 潜力股啊 非常有潜力的一座城市 很多人都看准了这个地方 来这边赚钱 人口越来越多了 中国人也是越来越多 这边看 曼谷街头小吃 泰国人开的 都都写中文啊 都用中文 可想而知吧 中国人的地位在这边是多么高啊 你看他原来叫金鼎川菜 这个已经 关了好 好多年了 这个店啊 金鼎 中国城是得升级了啊 是得 多来点品牌店了 不然的话哪有人来呀 都去其他地方了 拉斯比加斯的中国城 这条街都是中国城 这条街都是中国城 啊 这条街都是中国城 看一下 中国城这个地方停车场 其实是很大的 非常大的 好停车 其实别的商业广场 不具备的啊 你看 多大呀 旧大华也小了一点 但是他也没有地方建了 然后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啊 往他隔壁的这个广场 正叫春山广场 他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建筑风格也不太一样 这边有点像明代的风格啊 这边啊 有点像日本的感觉 还是明代的 这个是中国城的对面 啊 就在他旁边 这边也有很多的华人店铺 都属于中国城了 内华杂房地产啊 大多数都是中国人的店 还有会计 张百瑞 全都是中文招牌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啊 刚来拉斯利亚斯的时候 就住在这后边这个公寓里面啊 这个公寓 Hello How's it going? 小黑孩啊 还挺有礼貌 好 这边如来 什么 如来政法 中心 干嘛的 说命的吧 这是马萨基啊 马萨基 咦 找错地方了 这边是仓库啊 这边是后门啊 这边很多都是仓库 或者是那种 或者是那种 店铺 这边干嘛的 这边好久都不来了啊 风水啊 风水啊 风水咨询 什么 风水啊 看风水 看这个牌子都很中国话啊 很中 很中式 祥云啊 是祥云的柱吗 这边就是 都是一些 小店啊 各种店 这边有些老外的店 也有中国人的 这好像是家快递公司 好像是 这家有一家 窗帘工厂 卖窗帘 现在拉斯巴加斯这个店铺啊 华人的店呢是越来越多呀 就你不需要英文的啊 完全中文就可以在这边生活下去 这个建筑啊 很中国 再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 世界拳王 眉微色的拳馆 眉微色的拳馆啊 门口 门口停的都是好车啊 门口停的都是好车啊 这边都是好车 今天还少了 哎呦 这是没别色的车嘛 一辆劳斯莱斯 拉斯巴加斯有钱人很多 这边 方泰油盐机 华人店首选啊 都是华人店铺啊 这后边还有一半公寓 住的也基本都是中国人 刚来美国的一些中国人 这还有一个大门头 这是这边的一个门头 好是讲啊 在美国好像都是这种风格的 我特别不喜欢这种风格 在西方人眼里啊 中国就是这种风格的 在西方人眼里啊 中国就是这种风格的 这边还有两家 云南闽县啊 到过桥园 云南过桥园 这边是滋味成都 这都是连锁品牌啊 加州开过来的 这边就没什么了啊 这边就是批发市场了 餐馆批发用品 就没什么了 好喜欢我的节目视频的朋友们啊 先赞后看好习惯啊 点击订阅 谢谢